今天这个自由亚洲电台报出来一个新闻 这个新闻也就是这两天 刚刚发生了两件事 一个呢是23号 路易三那州起诉了国土安全部 第二个呢是24号 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下属的这个边境执法 与驱逐的这个小组的主席 一个众议员 把这个事捅出来了 那么两者说的呢其实是一件事 一个中国的走线客 那就是偷渡过来的 那么他被查出来带有结合感觉 而且是赖药性非常强的 这就导致了 美国人现在对他 至少是官方是吧 路易三那州和这个众议院议员 那么他们有一个担心 就是 这一路上 他被美国人 拘留了以后 在过去的三个月里 他已经接触了一百多人 那么跟他关在一起的人和接触他的联邦官员 加在一起差不多有两百人 现在众议院的意思呢是 这个议员的意思呢是不能把他释放 不能把病军 传到内陆 那么你看一下这个线路 他是七月份从 加州走进来的 就翻过 这个 边境墙 因为五月十一号以后 实行了新政 所以他积压的时间相对长一点 那么之前我们知道 最短的可能半天 长一点的可能也就一个星期 那么现在他因为 涉及到这个积压时间比较长 加州根本关不了这么多人 怎么办呢 就会转移到其他州去集压 我们见到关在亚利桑那的 关在路易桑那的 那么其实大家都知道 在过去的几年里 中国人翻越这个围墙 或者踏过德克扎斯那条小河 非常出名的这些线路 充满了中国人 虽然 总的人数 跟来自 南美的不能相比 但毕竟 跟过去的几年 有了巨大的变化 至少在过去的两年里 我们知道大概有五万多个 中国人走过来 在这之前 其实这条路线很少 一般都是福建人干的事 那么后来就变成全国性的 各个省的都有 那么从中国过来 带来一些在中国已经死灰复燃的 这个费结核 尤其是这种高赖药性的 这是美国人之前没有估计到的 其实美国人有一些担心 比如说 在过去的一年里 我们看到不同的参议员 众议员在国会 表示了他们的担心 就是 来的中国人 年龄通常都是军令 就是服役年龄 美国议员感觉到 不可理解 实际上这跟中国在过去几年里 经济情况不是很好 就业情况不是很好 其实是有关的 那么很多人 在网上自己找攻略 然后在微信群 在电报群 找的一些 有意愿的人 结伴同行 并且找到一些舌头 这个圈就越滚越大 很多人把这个 当作一条打工 致富的一个捷径 不管怎么样 你在美国 哪怕挣个三千块 你乘以七 合得两万多 你在中国 大多数中国人 是挣不到这些钱的 甚至他们都没想过 自己的工资会有这么高 所以很多人 通过这个线路 在一路上 有很多 协助他们 这个人口走势的这些人 帮助他们进入美国 那美国人之前 不是特别拿这个当回事 因为 每天都有人在翻墙 来自南美的是 最大的人口来源 最高峰的时候 我们知道 一个月有二十多万人 所以他对 一个月来个几千个中国人 其实 没特别当回事 但这次事件的发生 就不一样了 在美国 我们知道 在过去的几年里 又开始有一些疾病 出现问题 比如说 罗斯福曾经得过的 这个 小儿麻痹症 或者叫 灰质什么脊髓炎 那么容易导致瘫痪 这个问题 在过去的几年里 其实出现了 也是因为 赖药性的问题 但是肺结核 这个东西呢 大家应该知道 从抗生素 发明了以后 西方国家 基本上就绝对了 在中国 常年 我们知道的 这些 因为肺劳 而去世的人 其实出名的 有很多 那最后 在西方发明了 抗生素 我们熟知的 像潘利西宁这样的 进入中国以后 最终 肺结核被控制住了 那么肺结核 重新发病 而且 有很多中国家庭 因病而返平 这个现象 在中国新闻中 实际上已经出现了 可能有 七八年 比我们今天看到的 这个新闻要早很多 但这个东西 在今天的中国 也是一个非常 头疼的东西 中国是 大家已知的 生产抗生素和消费 抗生素最多的国家 大量的重复性的用药 导致有很多疾病 产生了 耐药性 那么像 肺结核这样的情况 在中国出现了以后 在过去的几年 我们在新闻中 零零星星的会看到 但没有看到 一个完整的医疗方案 现在看起来 美国人很 感觉到很惊悚 是吧 因为这个东西 他原来没有 很长一段时间 都没有面对过 重新启动 对他的重视 并且 要找到一个 能够压住这种 抗药性的 肺结核 其实 是要有时间的 而如果说 没有一个 准备时间 预警的时间 直接把这些人 释放到 美国本土 往往会导致 民众更多的恐慌 其实 我相信 除了政治家以外 可能医疗部门 也感觉到 非常头疼 这事很棘手 现在是 肉身带着病毒进来 这就导致 美国人现在对 这个问题 其实 会重复性的宣传 并且 把这种真实的威胁 暴露在公众面前 我们今天看到的 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 实际上 是一种预警 在过去的几年里 大家 对疫情 对所谓的中国病毒 已经非常头疼 基于政治正确 大家不太愿意 谈论这些问题 而且到目前为止 对疫情的起源 可以说 闷得葫芦摇 是吧 即便心知肚明 也基于中美之间的关系 没有办法直接说 你看到的一般都是在谴责 谴责什么呢 谴责整个 疫情发生 发展过程中间 中国政府的不透明 西方组建了调查团 进入了中国 但事实上 没有拿到一个合理的结果 那现在抓到一个典型的案例 这个人还在积压中 那么他携带的这种 抗药性比较强的肺结核 进入美国 并且已经被查出来了 现在已经开始接受治疗 但即便这样 释放出去的人 有没有 也携带着 这种赖药性的肺结核 病菌 我相信是个人就会担心 人们往往对未知的东西 感觉到非常惊恐 譬如说 在中国经常有报道的狂犬病 我们每年都会看到一些报道 而且它的致死率通常是百分之百 其实不是没有 完全没有治疗方法 中国一般 有了一种比较老土的传统医术 譬如说这个道士 毛山道士 葛洪曾经出过一个秘方 疯狗咬了你 把疯狗打死 把他的这个脑袋打开 拿他的老浆吐在被咬的 伤口伤 据说有效 不知道有没有人试过 那西方呢 一般是用这个 就有的人啊 还不能说一般 就是实在没责疗 找到一个狂犬病的患者 到最后治疗 怎么治疗呢 让他陷入昏迷 通过昏迷医疗法 据说获得了一定的成功 但是大家平常不是很拿这个当回事 因为这个非常罕见 譬如说像日本这样的国家 全球可能至少有十个国家已经完全没有狂犬疫苗了 因为他本国没有狂犬病的问题 但是随着中国游客 我们也知道 游客满世界跑 随身带着自己的宠物狗 宠物猫 这也是一种常态 那么狂犬病的病例会不会也会输入 因为这个携带狂犬病的东西很多 包括人 人咬人也会这个这个传播狂犬病 所以我相信在未来可能对来自中国的人带来莫名其妙的疾病 或者说一些死灰复燃的 在中国大地已经死灰复燃的一些 尤其是类药性比较高的一些疾病 人们的恐慌可能会加剧 因为今天我们看到的不是小岛消息 路易三纳州已经正式的对国团联合部部长进行了起诉 认为他们的做法不负责任 那把一个携带高类药性的这个肺结核的患者 从家族转移到了路易三纳州积压 这就导致他们 莫名其妙的遭遇到了危险 那么众议院议员也明确的指出了这件事 以及他的影响 对美国内陆民众健康所造成的风景 最后把这电台跟美国之音一样 都是属于新闻总署的 其实都是 类似于中国的央视一样的国家媒体 这在美国是非常罕见的 可能也就是两家 那么他的这种报道 多半是基于事实 所以说 有一定的权威性 那这种报道 我相信 等他扩散开来 对来自中国的人 来自中国的人携带 莫名其妙的这些病菌 跑到美国来 无论你出于什么样的原因 其实人家 都会由惊恐 而导致最后的排斥 那这种恐慌 是正在扩大的 而且很难看到 有被遏制的可能 好了 谢谢大家 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